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暖暖 关于小鹦鹉简语的问题一直争议非常大 甚至可能我这儿刚提个开头 有的伙伴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码字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和自己的经历有关 赞成简语的伙伴可能在饲养鹦鹉的过程中 发生过小鹦鹉撞伤或者走失的事情 因此痛定思痛 而赞成不简语的伙伴呢 可能更喜欢小鹦鹉自由飞翔的样子 或者因为曾经给小鹦鹉简语 导致小鹦鹉遇到危险 没法及时逃脱而发生意外 故而对鹦鹉简语这件事深无痛绝 所以我们没办法简单的用对和错 来判定给小鹦鹉简语这件事 而是应该结合自己的饲养情况 自家小鹦鹉的情况 做出最优的选择 同时去深究这样操作的原因以及优缺点 并且针对对应的缺点寻找弥补的办法 为了便于大家观看 我把简语和不简语的优缺点 汇总成了一个表格 需要的伙伴可以自己截图保存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小鹦鹉简语这件事 5个比较常见的误区 可能是因为目前网络上 有很多教大家给鹦鹉简语的视频 或者是文章 就导致很多新手误以为 小鹦鹉就是要简语的 其实并不是 个人认为给鹦鹉简语 应该是基于自己的饲养情况 以及小鹦鹉自身的情况 所做出的对于小鹦鹉的安全和健康 更为有利的选择 如果这样的操作对于小鹦鹉来说 必大于利 或者并没有好处 那就大可不必 例如我家芒果 是真的有点笨 飞起来并不快 也不会特别皮 并且每一次他们出来玩 我都会先检查确认一下 门窗是否关好 这样的情况就没必要去监狱 但是茶茶呢 就属于那种超级皮的性格 酷爱空中飘移 搞得我这颗心 总是跟着忽上忽下的 所以为了降低她的飞行高度和速度 尽可能避免她受伤 我就两边各减了她三根飞鱼 这样的操作 她依然可以飞行 得到锻炼 但是不至于看起来那么心惊肉跳 关注我比较早的伙伴应该知道 对于茶茶我之前有一次失败的监狱 因为紧张 减多了 结果就是茶茶只能飞起来大约一米的高度 几乎变成了走地机 而芒果那个时候却依然可以飞得比较高 一对比 茶茶就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现在回想起来 茶茶后续的着雨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芒果的强悍 另一方面 当时的飞不起来 可能也无形当中增加了芒果带给茶茶的压力 所以 如果你家里养了不止一只小鹦鹉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那种比较敏感的小鹦鹉 千万不要捡雨太多 进而导致她有压力 另外 如果是龙养鹦鹉 也是没有必要去捡的 而对于多宠家庭 如果家里有饲养 可能对小鹦鹉造成伤害的其他宠物 例如猫咪 这样的情况 最好也不要去捡 避免意外的发生 我并不反对 深思熟虑之后 结合实际情况 为了小鹦鹉的安全而进行的监狱 但是 我不提倡 为了让小鹦鹉亲人而监狱 个人觉得 想要让小鹦鹉亲人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多陪伴 多互动 让小鹦鹉对你放下防备 发自内心的亲近你 依赖你 用监狱来限制小鹦鹉的行动 并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亲人 正所谓 留得住他的鸡身 留不住他的鸡心 在我看来 宠物的可爱 往往在于他们的真性情 让小鹦鹉 真正意义上的亲近你 才会更有成就感 不是吗 茶茶 你的鸡心在我这吗 我个人是非常不提倡 把小鹦鹉剪成走敌机的 让鹦鹉飞不起来 就类似于 让一个原本健全的人 不能走路 会给小鹦鹉心理上造成一定的伤害 严重的 甚至可能导致小鹦鹉 因为压力而发生着雨的行为 当然 这种都是概率性事件 不排除有的小鹦鹉 能够适应走敌机生活 但是 我始终觉得 这样的操作风险非常大 不建议尝试 有的伙伴因为给小鹦鹉剪了雨 就忽略了对小鹦鹉的关注 这样的心态 是万万要不得的 一般来说 剪雨只是降低了 小鹦鹉的飞行能力 如果你放小鹦鹉出来玩的时候 没有注意关好门窗 小鹦鹉依然有飞丢的可能性 另外 小鹦鹉是比较调皮的 如果不留心 啃坏东西是常有的事情 万一它啃坏电线 而你没有及时发现制止 问题可能就严重了 所以 不管是否给小鹦鹉监雨 当小鹦鹉出来放风的时候 我们的关注都一定不能少 有很多伙伴给鹦鹉监雨 最后出了问题 就觉得不该监雨 其实给小鹦鹉监雨 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种就是我前面说的 没有去结合自己的饲养情况 以及小鹦鹉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选择 另外一种就是没有认真学习过 简单看了下就剪了 结果剪错了 导致小鹦鹉出问题 一般给小鹦鹉监雨 是剪外侧的三到六根飞鱼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 剪三根或者四根 降低一点飞行能力就好 当然 也要看小鹦鹉的具体情况 毕竟有的小鹦鹉剪了五根飞鱼 依然可以飞得666 简雨建议竹根剪断 千万不要一剪下去直接剪完 这样做虽然可以缩短简雨的时间 但是有可能会剪到新生羽毛 或者是不注意伤到小鹦鹉 竹根修剪能更好地 确保小鹦鹉两侧羽毛的对称性 如果不好操作 可以两个人配合帮助小鹦鹉修剪 简雨时可以用毛巾盖住小鹦鹉头部 一方面可以避免小鹦鹉后续对于主人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也能让小鹦鹉不那么慌乱 简雨后也要注意对小鹦鹉及时安抚奖励 目前我知道的简雨方式主要有三种 我咨询了一下宠物医生 个人操作一般推荐第一种 第二种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出血 而第三种一般是给鸽子简雨的方式 对于小鹦鹉来说 如果简雨时间过久 简雨不对称 可能会导致滑翔不安全 甚至引起鹦鹉的着雨行为 所以第三种简雨方式是不推荐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嫩嫩 我们下期见